天氣方面的消息要來關心到 今天東北季風減弱 但是因為清晨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溫度還是比較低的 玉山塔塔加園區的道路上 出現了結冰的情況 尤其是貝陽路段 邊坡直逼都出現了小冰晶 就像撒上了糖霜 相當的美麗 不過路面濕滑 所以行車時要特別小心 另外計像書也提醒了 21號還有22號寒流南下 北部級東北部天氣是明顯轉涼 其他地區的氣溫逐漸下降 下週一晚上北台灣可能降到10度左右 預估要到25號的白天 寒流才會逐漸減弱